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圣诞玫瑰》 残疾钢琴教师李静和香港名医周文轩对博公堂 指控周文轩在对自己检查身体的时候进行性侵 检察官陈志天出生在律师世家 由于在小时候目睹了父亲的原因导致两个女孩自杀 励志做一个有良心的律师 不愿妥协的他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 他终于决定离开这家声名鹤起的律师行 逃奔可以承认扬善的律政司,做起公诉人 而他的对手是香港律师界的一颗新兴青年才俊 薛兆文,来自他的老东家律师行 第一次开庭,陈志天询问李静事发的详细经过 原来周文轩夫妇不介意李静双腿残疾 主动聘请李静做女儿的钢琴教师 并安排车接送他 事发当天,周文轩将手伸向毫无反抗能力的李静进行违宪 直到周文轩的老婆打电话来 李静想趁机逃走才摔到了地上 这时,轮到薛兆文发表看法 他认为李静并没有做过身体检查 而且也没有教过男友 他认为李静混淆了正常身体检查和费力的区别 而且误把一根棉棒当做了周文轩的手指 事后李静和周文轩以及家人的生活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记者的围堵,舆论的压力 使得李静打电话给陈志天说不想告了 陈志天细心安慰 并信誓旦旦地告诉他 一定会讨回公道 二审的时候 薛兆文找了妇科专家 证实在做身体检查时 包括下体的检查 而这些检查是有可能令人铲鞋误会 妻子也作证 老公周文轩绝对不会是那种人 陈志天却有证据显示这个好老公 曾经在李静生日时发信息约李静 之后二审休停 三审当天 周文轩解释 约李静是因为看他一个人过生日 没有人陪 可怜他 而对他的所有的照顾 都是出于同情 在法庭上 他拒不承认 因为对李静有好感 而趁机非礼他 陈志天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他是无辜的 为何李静要回他清白 周文轩并未做出回应 男叔发现 就在陈志天问到最后一个问题时 李静有一丝犹豫 他提醒陈志天 不要感情用事 这一次的案件 他心里的天平 一直倾向于李静 而真相会不会是周文轩是无辜的 而陈志天 一直想要拼命地帮李静讨回公道 根本听不进去这些话 后来 陈志天偶然在李静送他的纸玫瑰里 发现了一些暧昧的话 他深夜冒雨去找李静 却被人拍了下来 在一场激烈的语言交锋后 法庭宣判 周文轩非礼李静 罪名成立 陈志天并没有感到高兴 他心里的谜团更大了 结案当天 他去找李静 发现了很多写的暧昧语句的纸玫瑰 他质问李静 李静哭着说 要他相信自己 陈志天的父亲去世了 直到最后 他都没有给自己的父亲 一个解释的机会 也许父亲是有苦衷的 坐在父亲病床前的陈志天 泪流满面 法庭再次开庭审理 周文轩提供了新的证据 是李静写给他的暧昧纸玫瑰 之后李静的生母也被请到了现场 李静从母亲出现之后 开始变得非常的不平静 最后他哭着说出 当年在孤儿院的惨痛经历 原来看护并没有侵犯他 而是母亲的男人强暴了他 软弱的母亲在门口 看着年幼的他被蹂躏 却不救他 之后便把他送到了孤儿院 他之所以控告别人性侵 只是因为自己得不到关爱 对社会的一种控诉和报复 他胜泪俱下 全场沉默 故事的结尾 陈志天在打开父亲的遗物的时候 看到了一张纸条 是父亲写给自己的最后的话 上面写着 愿你今生无悔 不一样的电影 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一直等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